人都是这样子 年轻时候不会像 到老的时候 60岁算不算老年 现在 中年 那像几岁算老年 80岁才算老年 不容易啊 现在要80岁才能算老 要80岁拿拐杖 本来65可以买 现在以后要到80 好 你有没有讲过这个问题 你真的 就像一般人 是吧 到老年 也有一定的积蓄 你真的就是你真的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了 我问你了 很现实的问题 下秒钟 你去另外一个舞台 你这些东西 你会不会不舍呢 这是你一辈子转来 对不对 然后你会不会想说 哎呀 为什么 我这辈子 我这样神吃俭用 然后现在这些东西还没有办法好好处理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你从这中间衍生出很多的资讯 你说有没有可能 我真的会 我跟你讲 人哦 这个走的时候会不会洒脱 就这些东西 哎呀 还有很多东西没交代啊 走不了 就在那边待着 那你说 那个时候想不想得通 跟你现在想不想得通 是息息相关 你现在想得通 OK的 你能够怎么样的预估 写下你那宝贵的见解 是不是 将来怎么用 那不就结了吗 是不是 想通了 就有意义了 想不通 就很苦 那人世间呢 那人世间呢 很多东西 就是因为没想通 放不下 所以苦 对不对 对 但你要占了一点便宜 你就哭 你觉得 哈哈哈哈 占我便宜 我一定要把你搬回来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哦 平常有空的时候 就要去想一想 想一想 想一想 把它想通 这个 不管怎么样 你总是要给自己一个 相对来讲 站得住脚的一个结论 对不对 那搞个半天心很虚 对不对 黄泉他走一半说 哎呦 忘了 然后跟 政官大学说 我走回去 走回去 忘了 对不对 想把家属吓一跳 你怎么又回来了 都清楚了 OK 拜拜 所以啊 获不获达 是在你平常修行的时候 要修到的程度 那获达不是 不是叫做 出之大业哦 那不叫获达 获达是在 定义上 您看的相当 明了与开朗 是不是 那叫获达 那叫获达 否则那其他 其他的话都是假的 对不对 哎呀我看看啦 哎呀 儿生自由 儿生福啊 心中纠结 是不是 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反正不同人 有不同故事 那有时候 病变啊 就从这里面来 他有些东西他放不下 他觉得这一直是个问题 对应到 身心灵哪里就出问题 就是这样 所以咯 努力 努力 再努力 对不对 加油 加油 再加油 要弄通 就是这样 我 不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